蕭美琴副總統 各位有幫的元首貴賓 各國駐台使節代表 現場所有嘉賓 電視機前 還有線上收看直播的好朋友 全體國人同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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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喉 台喉 我年輕的時候 立志行醫救人 我從政的時候 立志 改變台灣 現在 站在這裡 我立志 壯大國家 我以無比堅定的心情 接受人民的託付 就職 中華民國 第16任總統 我將依據 中華民國 憲政體制 肩負起 帶領國家 勇往前進的 重責大任 回想 1949年的今天 台灣 台灣實施戒嚴 全面進入 專制的黑暗年代 1996年的今天 台灣第一位民選的總統宣誓就職 向國際社會傳達 中華民國 台灣 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主權在民 2024年的今天 台灣在完成 三次政黨倫理之後 第一次 同一政黨 連續執政 正式展開 第三任期 台灣也揚帆進入一個充滿挑戰 又孕育 無限 希望的新時代 這段歷程 是這塊土地上的人們 前鋪後懼 犧牲奉獻 所帶來的結果 雖然艱辛 但我們做到了 此時此刻 我們不只是 見證新政府的開始 也是再次 迎接得來不易的 民主勝利 許多人 將我和蕭美軍 副總統的當選 解讀為 打破八年 政黨輪替魔咒 事實上 民主 就是人民做主 每一次的選舉 虛幻的魔咒 並不存在 只有人民對 執政黨 最嚴格的檢驗 對國家未來 最真實的選擇 我要感謝 過去八年來 蔡英文 前總統 陳建仁前副總統 和行政團隊的努力 回頭 為台灣 翻開 歷史的新業 在未來任期的每一天 我將行公益 好憐憫 純謙卑的心 市民如親 不愧於 不愧於 每一份信 信 不愧於 新政府也將 兢兢業業 拿出最好的表現 來接受全民的檢驗 我們的施政 更要不斷革新 開創台灣 政治的新風貌 今年二月 上任的新國會 是台灣 時隔16年後 再次出現 三黨不過半的立法院 面對 這個政治新局 有些人抱持期待 也有些人 感到憂心 我要告訴大家 這是全民選擇的新模式 當我們以新思維看待 三黨不過半 這代表著 朝野政黨 都能夠分享 各自的理念 也將共同承擔 國家的種種挑戰 然而 全民對於政黨的理性問政 也有很大的期待 政黨在競爭之外 也應該有合作的信念 國家才能踏出 穩健的步伐 地法院的議事運作 應該遵守 程序正義 多數 尊重少數 少數 服從多數 才能避免衝突 維持社會的安定和諧 在民主社會 人民的利益至上 這是民主的根本 國家的利益優先於政黨的利益 這是政黨的天質 當朝野政黨推動法案 都能夠合乎憲法 秉持人民至上 國家優先的精神時 國政 自然 順利推展 行政院 佐隆泰院長率領的內閣團隊 也將優先解決 對社會有益 朝野有共識的議題 以積極行動 創新思維 解決明目 來回應民意 服務人民 目前零四零三災後的復原工作正在進行 我要再次向罹難者表示哀悼 慰問家屬 我也要感謝所有協助救災和重建的國人 以及再次感謝 國際社會的關心和支持 川政府 已經規劃投入 285.5億元 來協助重建 及產業振興 幫助 花蓮民眾 可以 盡早恢復 正常生活 我對未來中央和地方的 互相合作 行政和立法的協調運作 寄予厚望 也希望跟所有國人 攜手努力 一起深化 台灣的民主 維護 印太的和平 促進 世界的繁榮 民主 和平 繁榮 是台灣的國家路線 也是台灣與世界的連結 台灣是世界 民主鏈的亮點 民主台灣的光榮時代 已經來臨 台灣 自從總統直選以來 已經成為全球最蓬勃 民主 發展的國家之一 我們持續提升人權 向世界展現 民主自由的價值 台灣是 亞洲第一個 同性婚姻 合法化的國家 台灣 示範了 民主防疫 可以優於 專制防疫 台灣 不論是民主指數 或是自由度的評比 在亞洲的排名 都是 數一數二 民主台灣 已經是世界之光 這份榮耀 屬於 全體 台灣人民 未來 新政府 將持續善用台灣的民主活力 推動 國家發展 也加深 國際合作 對內 我會用人為財 清廉勤政 並落實 民主治理 建立開放政府 以公開透明 人民做主的精神 鼓勵大眾參與公共政策 繼續推動 18歲 公民權 共同實踐 國家的願景 對外 我們將持續與民主國家 形成民主共同體 彼此交流各領域的發展經驗 一起對抗 假訊息 強化民主韌性 因應各項挑戰 讓台灣成為 民主世界的 MVP 和平無價 戰爭 沒有贏家 明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就滿 80年 台灣和各國都一樣 走過戰後 艱辛的復興道路 才有今天的發展成果 沒有人願意讓戰爭 摧毀這一切 如今 俄烏戰爭和以下戰爭 持續 衝擊 全世界 中國的軍事行動 以及灰色脅迫 也被視為全球和平穩定 最大的戰略挑戰 台灣位居第一島鏈的戰略位置 牽動著世界的地緣政治的發展 早在 1921年 蔣衛水先生就指出 台灣 是世界第一關的首位 在2024年的今天 台灣的角色 更加重要 國際線已經有高度共識 認為 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世界 安全 與繁榮 不可或缺的要素 為了 為了因應 當前 複雜的國際情勢 世界各國 已經展開 積極的合作 來維持 區域的 和平穩定 就在上個月 美國也完成了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的立法 將提供印太區域額外安全援助 支持 台海的和平穩定 我們感謝世界各國 對台灣的重視和支持 我們也要向世界宣告 民主自由 是台灣不可退讓的堅持 和平是唯一的選項 繁榮是長治久安的目標 由於 兩岸的未來 對世界的局勢 有決定性的影響 承接民主化台灣的我們 將是和平的舵手 新政府 將秉持 四個堅持 不卑不亢 維持現狀 我也要富裕中國 停止對台灣文攻武嚇 一起和台灣承擔全球的責任 致力於維持 台海及區域的和平穩定 確保全球 免於戰爭的恐懼 台灣人民熱愛和平 與人為善 我始終認為 如果國家領導人 以人民福祉為最高考量 那麼 台海和平 互利互惠 共存共榮 應該是彼此共同的目標 因此 我希望 中國 正是中華民國 存在的事實 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 拿出誠意 和台灣民選合法的政府 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 以對話取代對抗 交流取代 圍堵 進行合作 可以先從 重啟雙邊對等的觀光旅遊 以及 學衛生 來台就學開始 一起追求 和平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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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來自中國的各種威脅滲透 我們必須 展現 守護國家的決心 提升 全民保家為國的意識 健全國安法制 並且積極落實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力量 建構 經濟安全 展現穩定 而有原則力的 兩岸關係 領導人力 以及推動價值外交 跟全球民主國家 肩並肩 形成和平共同體 來發揮 威責力量 避免戰爭發生 靠實力 達到和平的目標 台灣需要世界 世界也需要台灣 台灣不只是打開世界的大門 台灣已經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展望未來的世界 半導體 無所不在 AI浪潮 席卷而來 現在的台灣 掌握半導體 先進製程 站在 AI革命的中心 是全球民主供應鏈的關鍵 是影響世界 經濟發展 以及 人類生活的幸福 和繁榮 各位國人同胞 各位國人同胞 當我們主張 中華民國台灣的未來 有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 我們決定的未來 不只是我們國家的未來 也是全世界的未來 我們要走對的路 產業要大展身手 做世界繁榮的推手 讓台灣每前進一步 世界就向前一步 過去 我擔任行政院長 副總統 到全國各地的產業拜訪 我了解 產業的潛力和需求 未來政府會跟產業界密切合作 把握三大方向 推動台灣的發展 第一個方向是 前瞻未來 智慧永續 面對氣候危機 我們必須堅定的落實 2050淨零轉型 面對全球化 智慧化的挑戰 我們站在半導體晶片 系導的基礎上 將全力推動 台灣成為 人工智慧之導 促成人工智慧 產業化 加速人工智慧的創新應用 並讓產業人工智慧化 用人工智慧的算力 來提升國力 軍力 人力和經濟力 我們也必須 發展 創新驅動的經濟模式 透過數位轉型以及 冠軍之外 無論是量子電腦 機器人 元宇宙 或精準醫療 各領域的前瞻科技 我們也都要大膽投資 讓年輕人 可以追逐夢想 也確保台灣 在未來世界的 領先地位 第二個方向是 競逐太空 探索海洋 我們立定目標 要讓台灣成為 無人機 民主供應鏈的 亞洲中心 也要發展 下一個世代 通訊的中低軌道衛星 進軍 全球太空產業 我們更要探索海洋 發揮海洋國家的優勢 豐富人民的海洋生活 並且投入海洋科技研究 推動海洋產業發展 提升國家競爭力 我們要讓台灣的經濟與產業 往更多面向發展 無遠不見 第三個方向是 佈局全球 行銷全世界 台灣已經申請加入 CPTPP 我們會積極爭取 加入區域經濟整合 跟世界民主國家簽訂 雙邊投資保障協定 深化 貿易夥伴關係 並解決 碳關稅問題 進一步開拓 產業發展空間 我們也要站穩全球供應鏈的 關鍵地位 好好把握 地緣政治變化 所帶來的商機 發展 半導體 人工智慧 軍工 安控 以及 次世代通訊等 五大信賴產業 並且持續 改善 投資環境 歡迎 台商回台投資 鼓勵在地的企業 擴大投資 根流台灣 我要向各行各業的朋友保證 各位有雄心壯志追求頂尖 政府 也有決心鼎力相助 讓台灣的產業 能夠力足台灣 佈局全球 行銷 全世界 謝謝 台灣絕對有能力 成為經濟日不落國 無論太陽從哪裡升起 都可以造到台灣的企業 造福當地的發展 也讓台灣人民 能夠有更富足的生活 我相信 經濟發展的果實 應該為全民所共享 未來在推動國家希望工程 擴大社會投資之下 我要建立一個有愛和道德勇氣的台灣社會 年輕人可以看見希望 壯年人可以實現夢想 老年人可以得到照顧 弱勢者 也可以得到幸福 每一個人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都能夠獲得政府的支持 未來 誘託 長照 社會住宅等服務 要延續擴大 物價 房價 貧富差距等問題 要不斷改善 食品安全 道路安全 校園安全 社會安全網等保障 要持續強化 對於 教育 司法 轉型正義 等各項改革工作 也都要持續做下去 我了解 國人對生活的煩惱和期待 凡是各位關心的議題 社會需要的改革 政府都會積極以對 全力以赴 大家希望收入更高 我會推動產業升級 創造更好的薪資環境 大家 大家期待治安更好 我會積極打擊 黑 金 槍 毒 和詐騙 大家 大家需要公定穩定 我會推動第二次能源轉型 發展多元利能 智慧電網 強化電力系統的韌性 大家關心 勞保財務 我要再次強調 只要政府在 勞保絕對不會倒 大家重視交通安全 我會打造符合人本的交通環境 擺脫行人地獄的惡民 大家期待政府 能夠幫助家庭照顧者減輕負擔 以及協助產業改善缺工的困境 這些問題 我都會積極解決 影響未來 我們都期待一個更強潤的台灣 可以妥善因應傳染病 天災地變等各類型災害 以及加速都市更新 解決危老建築的問題 我們也期待一個更健康的台灣 我期許自己發揮醫師專業 集結各界的力量 打擊癌症 以及 成立 體育暨運動發展部 推展全民運動 並且確保 健保永續經營 讓國人 活得 長壽 又健康 未來的台灣 要保有多樣性的生態環境 多元族群的文化 以及 實踐 環境永續 文化永續 讓國家 更美好 未來的台灣 台灣會有更多元發展的創新經濟 會有更普及的數位科技應用 會有更好的競爭力和雙語力 會有更強大的公共 支持服務體系 也會有更尊重性別平等的環境 讓每一位國民的權利 受到保障 未來的台灣 更要讓每一個縣市 依序特色發展 推動地方創生產業 落實均衡台灣的目標 處處 可以安居 人人可以樂業 親愛的國人同胞 國家的未來發展 需要 每一份力量 面對全球化全面競爭性的 這幾年時代 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單打獨鬥 也沒有一個分類的社會 能夠成功面對 團結一致 我們的腳步就更穩 互相扶持 我們的足跡就更遠 為了國家的生存發展 我將透過民主的力量 團結 所有國人 壯大國家 我們都知道 有主權 才有國家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主權 屬於國民權體 由中華民國國籍者 為中華民國國民 由此可見 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每一個人 都要團結 愛護國家 任何一個政黨 都應該反併吞 互主權 不可為了政權 犧牲國家主權 當世界上 有越來越多國家 公開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在在證明了 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台灣是全球和平繁榮 值得信賴的力量 全體 國人不分族群 也不論先來後到 只要認同台灣 都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不論是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或是台灣 皆是我們自己 或國際有人 稱呼我們國家的名稱 都一樣響亮 就讓我們不分彼此 大家一條心 大步走向世界 當台灣走進世界 我們也歡迎世界走進台灣 許多新住民朋友 外籍有人 從世界各地來到台灣 寫下屬於台灣的新篇章 我要感謝你們 我也要向你們致敬 今天現場 也有千里來訪的國際友人 有歸國的僑胞朋友 以實際行動支持台灣 我們是不是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感謝他們 今晚 我們接待國內外賓客的國宴 選擇在台南舉辦 1624年 台灣從台南出發 開啟 開啟 開啟台灣全球化的開端 我們 站在台南 我們 站在台南四百的歷史時刻 台灣更要展現自信 勇敢航向行世界 讓世界迎接新台灣 我要邀請每一位國人 和我一起 為孕育你我的母親 台灣喝采 我們一起用行動守護她 榮耀她 讓世界擁抱她 讓她成為國際上 令人尊敬的偉大國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總統 Thank you Mr. President 謝謝